Hello,大家好,我是南佛州地产经济初三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Eric 他是在Airbnb这部分相当专业 那目前他手上有22个property 那monthly profit有达到4万5 这么高的profit 我们今天想要跟他聊聊 就是说在这部分 他是怎么样达到这样子的利润的 那中间的专业程度 也很感谢他 不令你跟我们大家分享 说这中间的makeup在哪里 Hello,大家好,我是Eric 简单自我教一下 我是2011年时候来美国的 本身是在美国出生的Florida州 which is where you guys at right now 对,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其实还在读书 把我生下来 之后就回台湾了 那我是2011年时候来美国 然后一直在加州 就是南加州这边 一直从事餐饮业 在鼎南风上班 上到2019年正式的离职 然后我的房地产执照的话 是2017年下旬的时候拿到的 所以那时候基本上还蛮运气蛮好的 有一个贵人就是一个导师 带领我进入这个房地产的行业 然后我是做高端房子的 所以说从这边都学到非常非常多东西 那其实生意都非常非常好 从这中间其实赚了赚了非常非常多钱 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这些买家跟卖家 但是这个事业对我来说 最后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疫情的时候 因为毕竟我的客人 其实都是比较算是高端的 那是从国外来的 国内来的这些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这个blockage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过来 然后还有因为钱转不出来的这个因素 我那一年基本上没有做太多的生意 那时候觉得说 不行啊 我现在怎么办 我不行 就这样子这样子 没有事情做嘛 对不对 然后有一次是一个Airbnb的一个生意模式 就是Rental Arbitrage 广告 不知道怎么打到我这边来的 我就看了 了解了一下 然后那时候刚刚好 就是我有一套房子 我自己买投资房 租客刚好离开了 我想说 这个模式感觉 我本来就是说房地产的嘛 那Why not Give it a try Try it out 然后前期一开始做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我就随便拿一些简陋的家具 把房子布置起来 然后做Airbnb 然后不敢想象的是 第一个月 我的收入 赚了大概4000块钱美金 就是扣掉所有 我所有的成本 我觉得哇 这个生意真的好厉害 这个跟一般的 这个传统模式的 这个长出是 非常非常差 非常非常多的 如果你运营得好 可以是原本租金的 大概两倍到三倍 你的这个 revenue这样子 所以从2021年的时候 我就开始尝试这个 Airbnb的这个事业 当然从这个事业当中 我也也是遇到一些导师 教我这是怎么专心做这个的 那到现在为止 我现在有22套房子 那都是做这个 叫做Rental Arbitage 那我基本上就是租房东的房子 经过他们同一座短租 自己放家具 自己找新设计师 然后我们的revenue 扣掉我们的租金 再扣掉我们的水电瓦斯费 扎西扎坝这些费用 中间的这个差价 就是我赚的钱 那刚刚就是 孙生提到的 就是说22套房子 有时候可能 一个月可能6-7万美金 有时候一个月可能2万块美金 如果算Average的话 大概稳定的话 是一个月是大概4万美金 差不多这样子 所以这个基本上 大概就是我现在的业绩 那我现在到下个月 我会再可能会进一个 8套到10套房子 那这个就算是公寓型的房子 我把它整个全部租下来 然后当作算是 饭店管理的方式 把它变成一个 Hotel Luxury Style 方式去做短租 这样子 那这个是Net吗 还是说还要扣掉水电网络 这是Net 是Net 那这样子真的是蛮高的 那通常我相信 这个我现在问的问题 应该这个一般的投资人 也会有这样的疑问 就是说 这个我们在Airbnb上面看到的 这个每天的租金 就是有时候看到 可能也才100多而已 那乘以30天也就3000多 对不对 那长租的话 一个就是 就是签一年的利息 也不过就是 可能2900、2800 就中间差价 现在没有差太多 那大部分的投资人就会想说 那这样子既然没有差很多的情况之下 我何必这么麻烦去做Airbnb 何必这么麻烦去做短租的这个 business 然后他要take the risk 可能中间还会有vacancy 各方面的 OK 简单来说 其实相信这个问题 我在我还没跳过最好 是我也是有这些疑问 该怎么说呢 我们这行的话 基本上最大一个 Rule number one 就是 The more you sleep The more you make OK 你这个房子里面可以睡越多了的话 你可以赚更多钱 那比方好 我常常跟我学生说 为什么Airbnb 跟这个饭店的差别是什么 第一个 饭店 一个床 Queen size best 它一碗 可能是一两百块钱 对不对 你这个看到只是它的 给你看到的价钱 你之后后面还有个杂七杂八的 Resort fee The parking fee 对不对 有的 没有的东西 那如果你是一个家庭的话 你是比方说 爸爸妈妈 小孩子 两个小孩子的话 那不是等于说你一碗 如果你要住的话 你要租两个饭店吗 如果两个饭店 如果你这样算下来的话 大部分可能大概就已经花 三四百块钱一碗了 对不对 但是比方说 我们今天 好 我现在有在加州这边 我现在有套房子 我是在Disneyland附近的 与其去租 两个人租一间套房 在hotel里面两百块钱 加上杂七杂八 两百五三百 为什么不直接去租一个大的房子 然后只付三百到四百 可能更高 但是你可以 你的家庭 跟你朋友的家庭 跟另外一个朋友的家庭 三个人全部住在一起 毕竟你们的旅游的话 你们就是想要enjoy 不希望是 我去你的饭店找你 我去你的饭店找你 对不对 你是想要大家共同聚集在一起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powerful的 这是饭店没有办法提供给 他们的这些客人的 还有 你有自己的private kitchen you have your own private area private backyard parking is free you're living more like a local right 饭店 全国的地方都是大众化的 那你要怎么去customize 这些东西 给你的客群的话 这个就是这个生意的 这个重要点 那很多 很多人在做这个东西 但是很多人做到很精很精 没有 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的人 是把当作一个side income 或者是把我有个房子闲置着 我随便去布置一下 然后出去出去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运营 因为毕竟 像我们自己要是 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个饭店管理 或是hotel management的话 你肯定背景要很浓厚 你需要知道怎么去做pricing 怎么知道客人需要什么东西 但是一般人在做这个事业的时候 他们只是纯粹就是说 我去把房子布置好 有人进来 他们不会去actively去找客人 但是像我们这边 我这边做了这么久 我也有贵人教我 我也花了非常非常多学费 我们要把customer 了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 demand是多少 pricing是多少 这些东西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就可以达出最非常非常高的效果 这样子 比方说 大众的房子一晚上 可以住三百块钱吧 但是我一晚上可以住五六百 为什么呢 by providing the best amenities 我们做任何投资都是 我们一定要砍花钱 你才会有更好的回报 对不对 如果你这个房子 你租了 你把它放家进去 你随便放家去 你价钱提不了那么高啊 因为毕竟大家想做 就是舒适的房子 对不对 然后你要什么咖啡 提供咖啡啊 提供热巧克力啊 然后房子里面有pool table 撞球桌 fire pit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毕竟是做vacation的 所以说这是大家想看到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是 房间提供不了的 这个只是一部分 我怕我讲太多 但是就是 你们大概给的idea 就是说 为什么airbnb跟 跟hotel的这个差别 然后还有 怎么去把这个airbnb operate好 就来具小细节 小细节可以注重于 你是不是一个很厉害的 airbnb host 赚的可以比一般人 多两三千这样子 很多人都是站在门外 觉得这个很有兴趣 想要踏进去 但是又很怕 take the risk 那我知道 Eric你这里有一个团队 就是专门在做 因为你做的是airbnb arbitrary嘛 所以你是承租房东的房子 然后承租下来 去做这个airbnb 短租跟中租的 这样子的这个business 佛州其实是一个 蛮好的vacation的度假胜地嘛 因为这个天气温暖啊 然后冬天的时候 其实大家 尤其是上了一点年纪的话 大家都想要来 来这个 这个佛州 这个过冬天嘛 然后这个 海边也是 也是全世界有名的 所以这些点啊 这些就是sealing point 都是会吸引很多人 来佛州度假 对于房东而言 我相信他 一个投资人而言 他只是希望能够是 有一个稳定的报酬 而且不用担心 我现在这里还有一点 是我觉得很重要 是以这个 这个short term rental啊 这个vocation home的话 对于房子的损害的程度上 是绝对远比于 这个long term lease的 损害程度还要低很多的 远低于long term lease的 那这个也是大部分的投资者 很有兴趣的地方 因为他就在这部分 他就不需要去担心这个 洗衣机坏了 对不对 或者说 这墙被弄得很脏 还是干嘛的 就是你通常一年的lease 长期的lease下来 你very likely 你是需要重新粉刷 然后也很有可能是 你可能地板 有可能需要换 所以这些都是会有的 那这个short term rental 就是这部分的担心程度 就会少很多 那这部分 我想请Ari 跟我们聊聊 这个部分是 在怎么样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就是说 这个投资者在选 想要就是benefit 或者说leverage 你这样的resort的时候 他要找怎么样的房子 是更适合的 那就是说 通常一般 traditionally long term tenant 他们如果租房子的话 他们通常 doesn't really take care of the property 因为这房子不是自己的 对不对 他们有没有义务 想要去把这房子 打扫得干净 但是如果比方上 像我们这种公司进来的话 你们想一下 这其实就是一个双赢的关系 我的生育来自于这个房子干净 对不对 等于说每一次客人离开的时候 我会有个professional cleaner 进去里面做清洁 有什么东西要做维修的话 我马上要维修 我不会拖 拖到最后面 因为我的生育来自于这个房子的漂亮 还有它的这个装修 还有它的好度 对不对 可是这基本上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win-win situation 还有如果我这房子赚钱了 我就会想去租下去 与其长期租客可能住了一年了 离开了 房子被他 那个墙被他弄乱七八糟的 但是东西你也没有办法charge他钱 因为必须这是wearing tier 对不对 然后搬走了 找下一个租客 又要花时间 又要做维修 所以说这些杂七杂八东西 算在一起其实 想的其实都非常非常头痛 那就是我们这种公司进来 只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们通常有时候租房子的时候 我会房东来说 拜托Eric租我的房子 我不要再租给长期租客了 因为太多这种bad experience 房地产就是要拿来买来 就是投资 做passive income的 但是你要去想到 那些租客的一些头痛的问题 那已经不是passive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的公司就是provide这个solution 给这些客人 投资人 就是说房子交给我们 你们不用担心 we'll take good care of your property 那在这个找区域的部分 你有什么建议 然后跟这个房子的criteria 就是说房子有没有什么 什么样的 你们在找这个 哪个地方去租房子的时候 哪些特色 房子的特色 你都怎么看 比海边很近的话 实际上是第一点 然后游泳池的话最好 因为我们要换位思考 我们不信以当作是operator 我们想说我们是如果是旅客的话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东西 what do we need 比方说我现在在加州 我这个房子 我是没有泳池的 我家里是没有泳池的 一直都没有泳池的 对 我知道我们加州也不喜欢泳池 但是 你想想看 如果我现在出去福尔达玩的话 我要去Disney 或是不管是哪里有occasion 我会希望我租的房子 如果跟朋友一起住的话 我肯定想要一个泳池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家里没有的 我就是 我就是去旅行的 我就是要去一个地方 我家里没有东西 撞球桌 我家里没有撞球桌 我就是想要在我的vacation 是有一个撞球桌 这东西是可以 都可以提供 额外提供的 但是尤其泳池 jacuzzi potting green 如果有在里面的话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加分的 虽然 住客看到这道路 非常非常漂亮 他可能不会去泳 但是他光看到有这个东西在里面 他就会想要租这个房子 对不对 而且是大家 大家一起租的 having a good time at that house suming together 我们是一个 非常非常visualized的一个人 我们是希望 非常去想象的东西 所以等于说 来提供这些东西给客人的话 我们可以把我们租金拉高 非常非常高 房间数一定要 比如说四个房间 五个房间或更多吗 还是说你最少要几个房间 房间的话 其实小房小房子跟大房子都ok 因为小房子有小房子的优势 就是已经是可能是couple嘛 对不对 他们会住 大房子的话可能是family 这是你的 可能两个family一起进来 前面住 所以没有太 太固定的说想要租什么样的房子 其实假如房子 第一个厨房 浴室干净 能布置起来 可以利用软庄去布置的话 这个房子是可以做的 但是就不要有房子 可能是1930年 1920年的 然后很破 我就想再用怎么样软庄去布置 没有办法 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它的原因 对不对 最主要是问题是 后续的这个维修的部分 房子要是水管有问题 那这些东西 当然我们可以帮你去找人修 但这个毕竟是房子本身的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是帮你去做负责人的 我们没有办法是帮你去做负责人的 我们没有负责人的 所以房子越新越好 然后最好是不要再有community了 因为毕竟HOA is greater than city 对 管理公司它的权力比city还大 就算city都可以皱短住 但是管理公司不让的话 很麻烦 他们可能会罚你钱 然后换一个link在你的房子上面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我们要确保说 这个房子是确定可以做的 就是去购买 去投资这样子 你一旦知道这个模式怎么做 对不对 我们是可以把这些东西 全部把它去那边 把它去implement起来 复制 然后自动化 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 对 OK 那所以如果说就是 今天有这个海外投资人有兴趣 想要再进一步的话 他今天找到一个property 他觉得这个可能很适合Airbnb的 他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我们另外一种合作方法的话 其实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房子看到了以后 我可以大概做一点市场分析 然后跟房东说一下 这个房子大概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扣掉管理费的话 你可以拿多少钱 以这种方式也就是等于说 我们就是用管理的模式去帮他做 因为我其实这边蛮多 我尤其在加州这边客人 也是买了房子 是vacation home 对不对 他不在的时候房子 放在那边也是浪费 对不对 你还要付地税 对不对 然后房子没用的话 其实是最房子不好的 因为你水要常常要开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 对房子有帮助的 那我现在其实就是要帮很多客人 比方说Bevel Hill的房子 他的vacation rental or Newport的房子 我们基本上就是帮他布置 用最便宜的 也不是说最便宜 就是找设计师帮我们去布置 然后把房子furnish好 他要来的时候 随时跟我说 小陈 我这边12月过来美国了 你房子帮我把它控制起来 我自己住在那边 没有问题 然后其他时间 我帮你运行转租 帮你赚钱 让你可以cover掉你一些的地税 还可以实际外赚点钱 对不对 你要来的时候跟我说 拍拍屁股走掉 我帮你亲家也全部助理 好 对 等于说他给我们一个budget 我们会找我们in-house的设计师过去 然后或是那边找local的 我们合作的 过去那边做setup这样子 当然家具费是家具费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initial 这个setup cost 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出 我们自己公司的能力 所以当然还有点setup cost这样子 然后之后的话 就是每一个月 我们会给我们的客人一个月结单 就是这个月我们总共营业是多少 然后我们最后扣掉我们review 其他 然后就是直接专给房东这样子 了解了解 有没有类似 就是在南国州 有没有一些case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在Southbury case的话 我们有一个是在那个 那个11那边 对 就是很多crypto的那个nightclub的那个地方 但是我的那个partner那边 他们我们现在最毕竟刚做了一套 那在那边 那它是一个apartment 知道没有办法做 但是它永远会开一个option 让我们这些厉害的人去find out 然后他们 因为毕竟他们还是赚 他们该赚的钱 他们每一个reservation 他们赚的 他们该赚的钱 那一个apartment是两方两欲的 每个月营业额大概有大概八九千块钱 OK 那还不错 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有些city 它是需要permit做这个short term rental 它需要有个permit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谁会去负责处理 是房东需要去负担这部分呢 还是你们会去负担这部分 这个的话 可能每个city不一样 Florida那边的话 我如果没印象记错的话 是需要房东去apply 这样子 我们可以辅助帮他apply 但是做签字啊 这东西还是要毕竟要他自己本的 我不可以随便帮他钱嘛 对不对 OK OK 好 那我觉得就是今天这样子的聊 我们大概有一个想法 那如果这边我们会提供这个Ari的联系方式 那进一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如何 或者说想要进一步跟Ari合作 做这个Airbnb 然后因为没有时间去管理 那但是又希望是一个稳定的长期的收入的话 那都欢迎跟Ari联络 这个Ari的联系方式 我们待会会提供在这边 OK 好 那也非常谢谢Ari 就是这个跟我们提供这么宝贵的资讯 佛州应该跟你这样看起来 你觉得佛州是不是很适合做转租啊 佛州跟我们 我们南加州跟菲尔州是 两个最多人家travel visit 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稳定的 we're in we're both in a really really good spot OK 好 不错不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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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